今天是2022年12月27号星期二 欢迎收看新闻抢先报 我是十五星 柔佛八珠八侠一名四岁男童 上个星期被发现遭人虐待 伤势严重 昨天傍晚在医院宣告不治 警方调查之后 怀疑他是被同父异母的姐姐等人虐待致死 男童从头到脚都不满心就伤痕 连柔佛总警长都看不下去 男童的身世十分坎坷 警方调查指出 男童是一名早产儿 肺部本来就有疾病 他在家中排行最小 共有十名哥哥姐姐 随着父母双双吸毒被捕 男童原本交给亲戚照顾 后来被亲戚转交给福利局 母亲再次入狱 男童则交给排行第三的姐姐照顾 厄运也就此降临 法医鉴定男童身上有无数的心臼伤痕 连脚底也有伤势 揭发此案的是一对友谊领养男童的夫妻 警方上门逮捕了19岁的姐姐和37岁的姐夫 还有一名姐姐的女性朋友 同时在家中搜出不少怀疑是虐待男童的用具 柔佛州总警长拿督卡玛鲁查曼 昨晚深夜发布有关此案的文告 今天也亲自到医院太平间跟进此案 卡玛鲁查曼在记者会上一度感慨 这个社会到底怎么了 他也透露男童之后将被安葬在拉美市 而涉案的嫌犯们 警方将重新以谋杀条文展开调查 彭亨州政府秘书处两名行政助理和不法分子勾结 偷偷侵入州政府的系统 以8万和15万令吉贩卖彭亨州拿督私利和拿督勋贤 他们也利用职务便利在系统里 篡改彭亨州王室勋章资料库 把买家的名字加入到名单内 彭亨总警长拿督私利男力 今天早上召开记者会时指出 警方是去年10月12号接获投报 花了14个月的时间调查 终于逮捕了两名主谋和29名买家 分别是14名贾拿督私利和15名贾拿督 这些人都出现在彭亨州王室勋章资料库 但是中央系统的授勋名单却没有这些人的名字 南利指出 警方也起货一些新型凶挂勋章 汽车勋章 高仿证书和指定官服等等 据调查只有凶挂勋章是真品 不排除是嫌犯从网工仓库内盗取的 他也说29名冒牌的受封人士将会由总检察署决定 是否依法提供 农历新年就要到了 上网寻找清洁服务的同时也要小心老迁 森州芙蓉一名华裔妇女不幸坠入清洁服务广告的陷阱 不但银行户头的钱被转走 手机还被盗号和开启国际漫游 欠下电讯公司超过2000令吉的电话费 清洁服务广告诈骗不是新鲜事 诈骗分子都是以低收费来吸引受害者 一旦受害者上钩就会提供他们一条网页连接 趁机盗取受害者的个人资料 再骇入受害者的银行户头 这次的受害者罗女士 在罗白区州议员周世阳的陪同下召开了记者会 希望以个人精力警惕大众 他只要叫你转个5块20块 所以任何人都没有所谓的防备性 所以当你转到20块的时候 其实他已经在那个户口里面 就盗窃你所有的资料 最重要的就是包括密码 周世阳说 罗女士的银行户头被转走将近1000令吉 只剩下一令吉的余额 除此之外 照片分子还骇入罗女士的手机 向通讯录内的朋友发送黄色讯息和借钱 幸好他及时对朋友澄清 巴东家里露营地土崩案 所有的罹难者都已经被找出 也陆续举办了告别仪式 有的场面严肃 有的气氛温馨 全都是家人对他们的念想 与两只爱犬同时被找出的罹难者黄财六 他的家属在今天起 为他举办连续两天的追思会 希望他在爱犬的陪伴下安息 黄财六的灵堂布置典雅朴素 现场播放他生前喜爱的音乐 还有电子版和实体版纪念册 以文字和照片向亲友们诉说着他的生平 两只爱犬 Scooby和Nips的骨灰腕 连同照片和事事证明 也摆放在灵堂正门外的桌上 一左一右继续在天上守护主人 黄财六的妻儿面对媒体也很淡然 他们面带微笑地表示 大家是在庆祝黄财六快乐的一生 感谢搜救人员的努力 也感谢到灵堂慰问家属的民众 另一名罹难者黄楚文 他的30年老友李杰文 也在昨天亲自到灵堂跟他告别 成光爱心队队长李杰文在面子书贴文透露 不幸罹难的黄楚文是他从小的晚伴 每次跟着妈妈摆摊 他就会跑到民众划小的食堂 找黄楚文玩泥沙 长大后两人还一起去过台湾和刁曼岛 如今只能祝愿他和孩子一路走好 同样在土崩中遇难的赖姓一家四口 今天一起走完人生最后一程 来自马六甲麻洁巴鲁的赖奇森和太太赖施婷 以及六岁女儿赖雨希和三岁儿子赖泽凯 今天中午出殡 庄严和伤感的场面让赖家人和亲朋器友都哭了出来 宋斌队伍有大约300人 大队从丧府出发到村路口拍摄大合照之后 四人的灵鹫就被送完火花 高高大大又颜色绚丽的龙香 是华人在过年过节的活动中不可缺少的物品 不过随着原料价格暴涨加上主要原料年粉缺货以及银河环保意识 来年的龙香可能会瘦身 售价会提高也不会有太多的新款 制作龙香多年的高八三万福财香 龙香厂东组王敬才接受访问时指出 市场上的年粉缺货加上木屑供应减少 龙香的生产一直受到影响 本地原本只有六家工厂供应年份 目前只剩下三家 而且还需要到登家楼取材生产年份 导致成本节节上升 他也说制作龙香的彩绘期需要从国外进口 因马币汇率影响也面临起价 多方面的影响之下 明年新年龙香售价将会调高7%至10% 体积也可能瘦身一点点 尽管如此 龙香的订单还是比去年增加了10% 主要原因是有龙香厂停运 但是王敬才也不敢接太多的订单 以免应付不来 而且今年他只推出一个新款的六尺精致小龙香 以迎合市场和环保需求 接着来看国际新闻 坚持动态清零以及严格封控三年 中国政府终于在星期一宣布 明年1月8号起逐步开放国境 取消入境检测等隔离措施 松绑国际航班的数量管控 也有条件允许国民出境旅游 进一步迈向与病毒共存的模式 这下宣布一出街 短短半小时内旅游平台的搜索量就大涨 马来西亚也因此登上了十大热门地点排行榜 来看进一步报道 中国政府昨天宣布对疫情进行降级管理 实施异类疫管 包括不再对感染者实施隔离措施 不再判定密切接触者 不再对入境人员等采取检疫管理措施等等 至于入境中国的人 只需要确保行前48小时的核酸检测成因即可 不再需要提前向外交使馆申请健康码 入境之后也无需核酸检测和集中隔离 中国政府也放宽了国际客运的管控 接下来将会有序恢复中国国民出境 中国官方也宣布 考虑到Omicron病毒株的病例减弱 只有少数病例出现肺炎的表现 决定将新冠肺炎改名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以此反应感染后不如以前严重的疾病特征和危害 而随着多个地方新冠感染峰值陆续过渡 中国逐渐恢复正常的生活秩序 一些热点城市在工作日再度出现交通拥挤的情况 大批民众重返工作岗位 旅游景区也迎来久违的游客 城市各地仿佛恢复了烟火气 对于即将来临的春节 中国政府也发布了相关的工作通知 呼吁企业公司让员工错峰休假 学校也要错峰开学 随着中国将恢复公民出境旅游 多个旅游平台在出境游产品搜索量都在短时间内暴增 根据数据显示 澳门、香港、日本、泰国、韩国、美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澳洲和英国 是搜索量增长最快的十个目的地 春节出境和团游的相关搜索量也翻倍猛涨 预计春节假期有望成为出境旅游市场这三年来首个重要的转折点 镜头来到英国 在疫苗和药物的加持下 多个国家已经进入与病毒共存的阶段 英国卫生安全局在星期一宣布 接下来不会再公布计算新冠肺炎在人群中传播速度的阿值 因为这类数据已经没有必要性 除非发现新的变异株 不过英国未来只会持续公布美洲流感 以及新冠观察报告和感染调查而已 换个焦点 威力强大的冬季风暴席卷美国 目前已经夺走将近50条人命 截至当地时间星期一上午 全美依然有大约6万5千个家庭和公司 面对断电的影响 超过3450班航班因此取消或延误 灾情最严重的纽约州水牛城 至今依然处于瘫痪的状态 居民面临生命危险 连救护车也受困雪地 救援人员无法顺利进入灾区 政府官员发出警告 这是50多年来最严重的冬季风暴 也是一场非常困难和危险的风暴 另一方面 星期一中午在伊朗西北部东阿塞拜疆省 一间油漆工厂发生爆炸 造成至少65人受伤 根据伊朗传媒报导 相信是气体泄漏引发爆炸 多名伤者被送往专科医院治疗 其中使人伤势严重 一起来关心疫情的数据 2004年因为印尼发生地震 而引起的南亚大海啸 席卷了多个海岸 带走了23万条人命 让许多家园在一夕之间破碎 这起天灾至今已经过去了18年 印尼人民在每年的12月26号 都会来到纪念碑前 一起为逝去的家人诵经祈祷 新闻的最后 一起跟着镜头到现场看一看 也祝愿逝者安息 生者坚强 我是舒心 祝您晚安 我们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经由 受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委员 élé阅劫